数件商品 我们来看一则 Local报道 来看记者稿件 洛杉矶华人资讯网3月27号 记者Eva报道 在3月26号 家住在齐诺港的王先生 收到了儿子学校的一封信 该校的一个学生检测出了 新冠病毒呈阳性 患病学生隔离14天 但是其他的学生日程不受影响 3月5号是王先生儿子 返校的第一天 作为暑假调查的时候 选择了混合授课的家庭 王先生认为 返校上课是让刚上一年级的儿子 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最佳方式 所以当政府要求学校重开的时候 他们就选择了混合教学 然而在返校不到三个礼拜的时间 学校就出现了确诊病例 这让原本支持返校的家庭来说 有点犹豫 对他们来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 王先生对于孩子学校出现 阳性的病例感慨到说 之前学校没有任何病例 政府强制要求关闭也就关了 大家都知道公立学校的教育水平 孩子基本就荒废了这一年 那现在又要重开 不到一个月就出现了确诊病例 只是政府要求重新开门 有了病例他也不关 一切都照常进行 真不知道加州政府到底是不重视疫情 还是重视疫情呢 学校这么重要的公共场所 而且人群都是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 6到12岁孩子从学校到学区真的引起重视了吗 洛杉矶华文资讯网在2月份就做过不止一期华人家长返校调查报告 对于政府强制的返校安排部分 华人家长是持抵触心理 反对态度的 理由就是担心学校没有能力去控制疫情在学校大范围的发展 而随着大选的结束和疫苗接种的扩大 政府公布的疫情数据断崖式下跌 公共场所的开放也马不停蹄的向前推进 民众认为形势是一片大好 人为的放松了警惕 而这次其诺搞light小学返校仅三周便出现了确诊病例的学生 也就说明了活动范围的扩大 确实会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便利条件 无论你接种了还是没接种新冠疫苗 出入公共场所依然需要防护 在加州族金山湾区的